我們非常感恩 敬愛的師父上人 他不辭勞苦 這幾天一直接受我們的訪問 而且為了引領眾生 師父給了我們非常多的解惑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難得殊勝的姻緣 師父 阿彌陀佛 謝謝 今天弟子還要帶大眾再向您請法 在澳洲 土文巴 我們花了13年的時間 把這個小城 我去的時候 15年前 這個小城是8萬人 現在16萬 15年增加一倍 但是 這個一群人住在這個地方 十幾個宗教團結了 十幾個宗教團結起來 很多人民都能接受真正的宗教教育 隨著小城變成一家人 非常紅 這是其他城市沒有的現象 到我這兒來 我們明年3月 邀請聯合國的一些大使 到我們的小城參館 去考察 看看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信仰 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樣 生活在一起 所以這個叫做幸福指數滿滿 因為我發覺很多媒體都喜歡在說 這個城市或這個國家的幸福指數是怎麼樣 我現在聽師傅這樣講 已經有實驗成功的地方了 全世界他們說幸福指數最高的地方叫不擔 因為他們是幸福的 他們都很滿足 因為需求的欲望很少 師傅說的地方也很像極樂淨土了 我們是人工自造成的 花了13年的時間 但是師傅 一般人做幸福指數的標準 他是用我們這種物質界的 可能他看他的經濟條件 或者快樂指數 對 最重要是快樂 是幸福快樂 人與人之間有禮貌 人與人之間是合目 互足合足 對 真的做到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 而人樂意幫助列人 人見面都會有笑容 都會點頭 都會打招呼 這好像回到了李運道同篇 那沒錯 天下同一家 太棒了 所以我也看了師傅 您曾經有提 就是我們心靜則國土靜 心安則眾生安 對 然後心平世界平 心靜平 這三點 沒錯 我們怎麼樣 因為它應該是有階段性的 對 我們怎麼樣從小我 然後逐步的影響到全世界 沒錯 這個 宗教教育可以做到 中國 古學 確實是宗教 用宗教它是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學 中國傳統我 可以說是全世界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學 如果能夠推動 我們現在積極在做 第一個 要認識中國字 是 要學中國古漢語 那文字不認識不行 第二個文言文 中國這個國家 建立五千年 我不衰 就靠這個 現在 大家 疏忽了 不重視了 危機出現 你看老祖宗留下這麼多的東西 這思庫不得了 是 世界上獨一無二了 什麼問題都在這裡面找到檔案 什麼問題 你要想解決不了的時候 都告訴你 都有解決的方法 真實智慧 真正的科學方法 有 有不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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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古書不能讀的 怎麼會 翻成白話文 那翻的就有問題 一定要直接去讀 所以我們想到辦漢學院 培養一批老師 這批老師 當然人數不多 我希望有三十到五十個 培養出來之後 我們再建一個電視台 讓這些老師輪流著講 24小時不中斷 對於全世界播放 是 我們把重要的經典的時候 都把它印出來 人家聽講的人需要的 我們都贈送 免費贈送 大家一起來學漢語 一起來學真實智慧 重建倫理道德 我們走著這個路 這個路子剛剛在開始 我們相信會做的成功 師傅 很多人曾經預言說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界 沒錯 中國人將會回到漢唐的盛世 沒錯 可能我們很多人 從表面上看 是認為說中國現在強大了 也許是物質條件 可是您剛剛講的 恰恰不是 是回歸到我們老祖宗的 這些寶貴的經典 沒錯 如果二十一世紀 確實中國人 它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對 它是以仁 以德 來帶領全世界 沒錯 一 無能 無常 四為霸德 之國 是 也勸勸別的國家都來休息 真正做到了 別的國家就嚮往 是 太好了 你們這生活太好 人人快樂 滿面笑容 無論在什麼地方 沒有看到你愁眉苦臨 是 但是回歸到目前的狀況 就是兩岸的關係 其實也滿緊張的 我想有很多政治人物 因為他各自有他政治的算盤 如果師父您正在一個宗教家 教育家的立場 您希望看到我們現在將來以漢學 以中華文化來帶領全世界的話 對 您的高度夠高 對 怎麼樣來讓 就是兩岸的關係 您有什麼建言嗎 兩岸誰也講了 是真的親兄弟 是 還有表兄弟 日本 韓國 越南 這都是接受中共常能無話的 韓國 跟我們中國有三千年的歷史 日本 跟越南 兩千五百年歷史 大概就是孔子孟子那個時代 他們的留學生到中國來學習 所以他們說遠東的文明 中國是核心 它有三個衛生庫 就是這樣的 韓國 日本 越南 這四個國家要能夠統一 就能夠把全世界治好 這個話真的不是假的 我在國外與外國人很多朋友很多 大家聽說 中國要強身起來都害怕 怕中國報仇 因為過去19世紀 欺負中國人太過分 太不人道了 怕中國要報仇 怕中國要報仇 所以大家緊張 害怕了 還有人在疊火 我就告訴他們 中國人同意 不是政治同意 不是軍事同意 也不是經濟貿易 也不是科學技術 也不是科學技術 是文化 而說文化很抽象 我具體告訴你 群術之有 我們印得很多 唐太總編 唐太總編的 唐太總編過的寶典 就是這一部書 《大唐盛世》 就是這部書造成的 現在這部書 在中國已經是黨校彼修課 這幹了 這個我們聽到 好讚嘆的 你用什麼編過 今天民選 選上去了 我就問他 這些當選人 你用什麼指摸 說不出來 憑你的愛好去治國 會把國制的也團糟 所以 不要瞧不起共產黨 他今天用唐太總的治國方法 這個了不起 所以歐洲人去見到這個 沒有關係 唐太總這部書 我們現在有八種疑本 有英語的 有英語的 法國 法國文 德國文 西班牙文 俄羅斯文 在東方這邊 有韓國文字 有日文 跟印度尼西亞 馬來文 有八種 不斷地 慢慢推廣 全世界 只要是 有不同文字的地方 通通希望 翻譯成 他們本國文字 讓全世界的人 學一部書 這就是 敬虎同解 因為您的智慧這麼高 我們一般的眾生 可能還沒有到達 那個領悟的地方 您可以很驚訝地告訴我們說 這部書的最裡面的核心 它的經驗是什麼 這部書 我去提出五個問題 你想不想這一生 能真正想到幸福快樂 中國都市民講 孔延之路 孔死 延悔 那你想不想這樣的快樂 他們一天到晚都是喚醒 從來沒有是愁眉苦臉 真得過的是幸福日子 佛菩薩快樂 聖賢人快樂 孔延之路裡面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孔子沒有做過大官 在世的時候沒有社會地位 只是一個教授先生 四叔教授先生 延悔就更差了 甚至連吃飯都成問題 他們不富是勉強生活能過得去 為什麼那麼快樂 是 為什麼那麼快樂 那麼快樂 家庭為什麼那麼幸福 家活萬事兴的 他們一家從來沒有是家人 家人在家超過家的 沒有 家活樂 事業順利 無論從事哪個行業 他都做得很順利 能夠維持溫飽就很快樂 他沒有失去 沒有欲望 沒有貪心 那 釋迦牟尼佛也如是 他是過往 過往 汪位死掉了 去過孔子的生活 世家庭 過往 汪位死掉了 世家庭就過的是孔子的生活 這是些聖人 最聰明 聰明覺點的 真理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社會安定 國家富強 天下活平 過於過之間 沒有衝突 只有互助 互愛 那很像是天堂 你說這個好不好 好 群術之藥就是將這些 就是叫你得到這些 讓你的理想真正變成私事 這個書太好了 是 這書是什麼 是四庫裡的精華 精華之精華 不要我們找 唐太祖已經找出來了 而且他用了 成效出來了 大唐 盛世 這歷史上都是著名的 那麼這部書 唐朝玩過之後 被日本人帶回人 帶回去了 唐宋的時候 日本留學生非常多 是 印刷書 宋朝發明 唐朝沒有 所以唐朝的書都收寫 收寫的份量就不多 所以帶去之後 在中國就試傳 我們在二十五四 一文治裡面沒有這個書的名字 從來就不知道 潛龍皇帝 秦隆皇帝 做了六十年的皇帝 傳給他兒子 他做太上皇 家庆皇帝登记的时候 日本国送的有礼物 送的经贡 礼物里就有这套书 这又穿回来了 大家才笑 但是康乾的绅士 康熙永振乾老 跟家庆的前年一半 是清朝盛世 一般五十年 真叫大盛 我觉得它超过唐朝 不在唐朝之下 超过唐朝 所以这部书回来了 并没有受到重视 就是它的国家好 就没看清它 到民国初年 这个本子 商务运输馆才翻译 翻译的时候 应该数量不多 因为是冷门 很少人知道 数量不多 我想顶多大概一千 一千步 用过两次 我找都找不到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书 但是没有看过 我在讲经的时候 就顺便提了一下 有听众听到了 替我找到了 我拿到这个书 如获之宝 非常欢喜 一看书是很破旧的 但是字没损坏 我就交给台湾的世界数据 给我印一万套 那我这一万套的时候 就是送给全世界 大学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去收藏 这样就不会失财了 分量就给人不会失财了 大陆也印 我也送到 那边送了不少 他们也印出来了 好 没想到 习主席把这个放在党校必修口 他自己天天在读 我把这个书 每一次到联合国 大量带过去 分送给每个国家 大师代表 让他们带回国 送给他们国家领导人去看 好不好 这样子好不好 如果这样好 我们就走中国的路 那就是 中国人领导全世界 走向真正的世界大陀 我想师父这样开释 我觉得是众生之福 今天我们如果大家都能够来阅读这本书 其实极乐世界就在眼前 没错 是 这是一个也很舒适的法门 所以师父我看到您其实很多时间 您也一直在提 因为释迦牟尼佛他49年传法里面的精髓 其实总结起来三藏十二部经 您曾经说其实就是以孝 他总结一个字就是孝 就是孝敬 是 所以孝敬 那现在这个我们整个师父这么多年来 其实我看到您一直在提醒我们大家的 要从这个孝敬作为出发地 所有这一通就万通了 对 没错 没错 是 孝敬是信的 就是真心里的本有的 不是外来的 人人都有 只是被无一路由成 蒙蔽了 是 最终要靠教育 一定要靠圣贤教育 才能救世 西方的教育不是圣贤教育 目的不是成圣成圣 佛教的教育 是成佛 成菩萨 佛是圣人 菩萨是圣人 他属于圣贤教育 人一定要有励志做圣做贤 最低限度是君子 圣一贤君子 这是中国儒家三个学位 圣好像是波死 贤好像是硕死 君子好像是学死 学位的名称 就像佛教菩萨 佛 菩萨 阿罗汉 学位的名称 人人都可以拉到 你为什么不去拉 拉到之后怎么样 快乐 家伙了 不但家伙了 你的冤情债主都活目了 是 那为什么 他跟我做对 我不跟他做对 他骂我 我乖乖地听 我对他满面笑容 那他脾气就放不出来 要去感化人 用行动去感化 这是真正劝人的方法 不要怕吃亏 我们不吃亏 他就不能改过 我们吃点亏 他慢慢就回来了 特别是 对我们不满意的人 我们要让他满意 所以一生 不跟任何人节约 没有对冤家对付 一生多快乐 所以师父在教导我们 其实也是我们人生的 一个修行的方法 对呀 对那我们很多人都觉得 哦 修行好像是属于宗教的行为 或者觉得说 修行两个字 修正错误的行为 是 你错误的行为 要不要修正 要 那就叫修行 所以修行要有一套准则 对呀 你看现在的根本问题 大家不孝父母 这要赶紧修正的行为 不准老师 不准长辈 对于真正有修文有德线的人 抱着怀疑 存存着嫉妒障碍 这是造孽了 这是错误啊 这要改正过来 对于真正有能力 有道德 有学问的人 我们要尊重他 要理尽他 他有困难 我们也帮助他 希望他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帮助社会 帮助他 所以师父给我们的 真的都是法宝 人生的法宝 对 我看了很多师父 您的这个传记 或者是一些您的 这个演讲的一些记录里面 有提到说 印光老和尚 印光法师 有给您的三样法宝 对 这个就是了凡四讯 感应篇 还有安世全书 对 师父这三本书 其实一支就是跟 如跟道 对 通通都是连着 所以我们一般人 师父有什么 跟我们的建议就是 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 或者是你其实 你没有任何的信仰 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把做人做好 你的道德标准 我们要有一些参考的准则 没错 师父是建议这些书吗 或者还有其他 我们可以再学习的 其他的很多 师父可以稍微跟我们 活着理由 等下的神上去拿去 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观众 他可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以后 就如获至宝 很想要知道说 除了我刚刚提的这三本书之外 一般的人要走在这个 孝涕中信这条路上 他应该要怎么样来 应该要重视文言文 要重视古文 好东西宝都在古文里头 都在古文里头 都在古文里头 现在白话文里头没东西 一定要去度古文 但是很可惜师父 现在的教育就是 完全是弃古文 没错 对 所以一般人 可能根本没办法念 你要是跟古人做朋友 就快乐了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 要回到私俗教育 因为我发觉 在私俗教育里面 他比较重视 对 私俗是真正的教育 现在的教育 把教育两个字曲解了 错误了 古时候是学校 现在我叫学店 商业化了 老师在贩卖知识 学生交了昂贵的学费 在学这些知识 古人不是的 古人英才是教 叫古时候的教师 不能为学生要钱 那不就变成商人 买卖了 不是 他要是真正是 孝心尊师 全心全力教他 要把他承认 成就他的学问 成就他的德行 将来为他的家族 为社会 为国家 为人类造福 这个功德多大 是 怎么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我这三个老师 总共十三年 学习这些佛法 没有一个老师 要我一分钱 没教学费 那是没有钱的 我们有能力教学费 老师不收学费 而且都是个别教学费 特别拨出时间来的教 我们感恩 凭什么 凭孝敬 小时候父母教我 这个 小生父母 正经事长 就沾这个光 是 我想 我们非常的感恩 师父教导我们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孝敬的话 我想孝敬两个字呢 我们就可以走遍天下 无敌手 师父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法宝 我们一生只要能够 尊师重道 孝养父母 礼尽天地 我想我们的人生呢 都是非常圆满的 也感谢师父的慈悲 在这一段的时候 给我们这么精辟的开示 我们也休息一下 然后再请师父 有下一个问题 我们还要来跟您请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